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首先来关注黎巴嫩的最新情况 近日黎巴嫩多地的无线通信设备 七月点爆炸 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数千人受伤 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谴责 真主党对此表示坚决反击 强调抵抗运动不会减弱 接下来我们转向中秋节的庆祝活动 玄红禅在加州 忙着准备团圆饭与亲友们共享佳节的热闹场面 还特意为加州的乌龟洗草 展现了他的亲和意 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军事纪录片《翠火》 该片详细展示了解放军在攻台过程中将使用的关键武器与战术 并引发了对台军的关注与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黎巴嫩近日发生多起无线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导致至少12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真主党成员的葬礼期间 涉及的设备包括寻呼机和便携式无线电 目击者称爆炸的设备并非寻呼机 而是多处地区的对讲机 显示出针对真主党成员的广泛攻击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表示 受伤人数激增许多伤者需要紧急手术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对此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强调必须追究责任 星岛日报报道 中秋节期间全红禅与家人团聚 热闹的团圆饭场面令人难忘 他不仅参与了食材的准备 还特意为家里的乌龟洗澡 展现出温馨的一面 全红禅的哥哥则在大锅中准备盐焗海鲜 家中孩子们围着烧烤炉享受串烧 场面热闹非凡 全家人一起忙碌 准备丰盛晚餐体现了传统节日的欢庆气氛 联合早报分析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播出的纪录片 碎火展示了解放军 针对台湾的攻势武器和战术 纪录片强调 解放军在战斗准备中 吸取了俄乌战争的经验 展示了如何使用无人机和远程火箭炮进行打击 解放军的直升机编队和便携式防空武器的应用 被详细讲解 显示出其作战能力的提升 同时台湾也在加速采购防空武器以应对威胁 专家指出解放军的目标不仅是台军 还有美日同盟 显示出台海局势的紧张与复杂 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工业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压力 尤其在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等领域 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低廉商品的出口 不仅影响了欧洲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还导致原材料价格的显著下滑 进而提升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 刺激了消费 然而这种情况对以工业和出口经济为主的国家 特别是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评论指出 德国受到的冲击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欧洲国家 促使各国政府采取关税和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 以应对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 在另一则消息中 德国之声报道 欧盟普通法院裁定谷歌不需支付14 9亿欧元的罚款撤销了欧盟委员会的决定 谷歌曾应在搜索结果中优先显示自己的购物链接而遭到指控 但法院认为委员会在评估相关合同时犯了错误 这一裁决表明 谷歌在2016年已对其商业行为进行了调整 尽管谷歌在这一案件中获胜 但在另一项反垄断案件中却败诉 显示出其在欧盟市场面临的复杂法律环境 此外德国媒体联合呼吁以色列和埃及政府允许记者不受阻碍的进入加沙地带进行报道 他们在公开信中强调战争遗迹一年 国际媒体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 这对了解这一全球影响危机的真实情况造成了极大障碍 信中提到 阻碍独立报道将损害各方的可信度 并可能导致人权的进一步侵犯 德国媒体的这一呼声反映了对新闻自由的关注 以及在冲突中确保透明报道的重要性 星岛日报报道随着两岸关系的紧张加剧 中国大陆决定自2025日起 停止对原产于台湾的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的政策 这一决定是因为台湾对大陆产品的出口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阻碍了两岸的经贸合作 国台办发言05年和2005年和2007年 大陆就曾对台湾的农产品实行免税政策 帮助台湾农民开拓市场 但随着台湾政府的立场变化 扬岸关系寓意紧张 最终导致了这一政策的改变 在深圳发生的一起事件中 一名日本人学校的学童遭到持刀袭击 这一消息震惊了日本社会 深圳警方通报称 伤者唯一迷信省的未成年人 这引发了网友的猜测 是否这名学童是华人或日本籍华人 事件发生后 警方迅速抓捕了协议人 并协助将受伤者送往医院 日本方面也对此事件高度关注 并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 表达对事件的关切 此事件引发了对受害者身份的讨论 因为沈这个信在日本的确存在 主要源于古代中国和朝鲜的移民 深圳日本人学校专为在深圳的日本人子女设立 根据规定 学生必须是日本国籍 因此若审进学头是华裔 这也引发了对双重国籍的关注 整体而言 这一事件不仅涉及个人的安全问题 也反映了国际间对于身份与文化的复杂性 新岛日报报道 安徽合肥市肥东县于今晚八十八分发生了四点七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十二公里震源深度为十二公里 这一震动引发了周边城市如杭州 南京的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感受 表示震感非常明显 网友扭护路火锅匠提到整个教室都在投卧 感到十分惊慌 而清新家的喵鱼则感叹床都在晃动 令人感到恐惧 其他网友也表达了对震感的强烈反应 呼吁大家注意安全 同样来自新岛日报的消息 著名配音演员石斑鱼于昨日去世 享年六十六岁 他被誉为周星驰内地御用配音 与周星驰的合作始于1990年的电影赌辖 此后多次为其配音 周星驰对此十分满意 甚至称赞石斑鱼的普通话配音 有时比广东话更好 石斑鱼的配音生涯始于1985年 参与了300多部影视剧的配音工作 包括经典的《星白娘子传奇》 在该剧中他为16个角色配音 展现了其卓越的才华 在全球范围内地震和自然灾害的频发 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近期花莲济海发生了5.5级地震 台北的大厦也感受到了摇晃 此外新疆阿克苏地区也发生了5 与此同时专家警告 俄勘查家半岛的火山爆发 可能预示着更强烈地震的先兆 这些事件让人们更加重视 自然灾害的预警和应对措施 星岛日报报道 深圳近日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10岁日本男童在上学途中遭到持刀袭击 受伤严重护赏 使用法 事件发生在距离日本人学校仅200米的地方 警方迅速逮捕了嫌疑人 并表示正在全力调查此案 日本万物事务次官刚也正经对此表示深切关注 并已召见中国驻日大使 要求加强对在华日本公民的保护 此事发生在918纪念日 令人不禁思考在华外国人安全问题的紧迫戏 德国之声的分析指出 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 在公开场合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引发了对他在中国粉丝中反映的猜测 在中国 明星通常被期望避免政治立场 粉丝们对偶像的政治表达反应复杂 有时甚至会感到被冒犯 文章提到 许多艺人应担心政治表达影响市场而选择沉默 而泰勒的例子 则展示了在适当时机表达政治立场 可能带来的积极效果 反映出在自由环境中 艺术与政治的结合能够激发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星岛日报》还提到 针对在华日本人学校的安全问题 日本政府决定拨款用于校车配备保安人员 以确保在校学生的安全 此次拨款为3.5亿日元 旨在加强学校车的安全防护措施 这一措施是在今年6月江苏发生的小车袭击事件后提出的 显示出日本政府对在外公民安全的重视 日本驻华大使馆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共有11所日本人学校 学生人数超过3000 保障他们的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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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